小兔说电影 只为金皮好电影 大家好 我是安小兔 如果有一台时光机可以穿梭时空 你想要回到过去重新开始吗 艾文的爸爸是一名精神病患者 在艾文很小的时候 就被送去了精神病院 只留下妈妈独自一人 将他抚养长大 这天 他像往常一样开车送艾文上学 正要离开时 被老师约谈了 就在前一天 老师在课上要求同学们 画出长大后想做的事 可艾文的作业让人十分不适 妈妈接过那张卡片 上面画着三名成年人 一个手里拿着刀 另外两个浑身嗜血躺在地上 奇怪的是 艾文并不记得自己画过这样的画 妈妈领艾文去看心理医生 医生进行了检查 并建议他坚持写日记 来帮助恢复记忆 自此之后 艾文每天都将发生的事情 记录在日记本里 为了让艾文开心一些 妈妈带他去他朋友凯莉和汤米家玩耍 并拜托凯莉的爸爸乔治 多关照一下艾文 乔治新买了一台摄像机 带着艾文 汤米和凯莉 在庭院中拍摄电影 可一转眼 艾文突然发现 自己浑身赤裸的站在地下室里 对面是乔治和镜头 凯莉也一丝不挂的在他身边 艾文不记得发生了什么 他询问身边的凯莉 凯莉一言不发 默默流泪 而坐在楼梯上的汤米 愤恨扭动着娃娃的头 艾文的检查结果显示 他的大脑没有任何异常 医生怀疑艾文的失常反应 可能是缺少妇外导致的 妈妈在医生的安排下 带艾文去精神病院见父亲 艾文发现 父亲不像别人口中那样精神失常 反倒十分亲切 他在与父亲交谈时 突然失去了记忆 回过神来 就已经被父亲狠狠地掐住脖子 安在地上 场面十分混乱 而父亲不幸被赶来阻止的保安 尸首打死了 几年过后 艾文长大了一些 和小时的三个玩伴 兰妮汤米凯莉 一同坐在地下室吸烟 这时 汤米从地下室里翻出了一根雷管 想要用它来搞些事情 他们来到了小区里 汤米戏弄怕梦的兰妮 要求她将雷管点燃 放到邻居的信箱中 兰妮有些害怕 可是迫于汤米的威胁 还是去做了 艾文将凯莉的双耳捂住 等待着雷管爆炸的瞬间 可是下一秒 她就来到了森林中 身上还扛着晕倒的兰妮 这一次 艾文依然什么都不记得了 不久后 兰妮出院了 艾文和凯莉 爬到兰妮窗前 约她出去散心 兰妮在确认了汤米不在后 才敢和他们一同出去 他们发现 树林中某处正在冒烟 寻着烟找过去 发现是汤米在搞鬼 汤米恨艾文 夺走了唯一爱自己的姐姐 她绑来了艾文的狗 想要用汽油浇死她 艾文和凯莉上前阻止 却被汤米用棒子打晕在地 艾文醒来后 发现狗狗已经变成了一堆黑灰 妈妈决定带着艾文搬家 离开这个令人伤心的地方 艾文向凯莉承诺会回来看她 转眼又过了七年 艾文成为了州立大学心理系学生 且自搬家至今 再未出现过失忆的症状 室友为了庆祝 带艾文来到了酒吧 艾文领着酒吧邂逅的美女回到宿舍 美女偶然翻出她的日记 想要艾文为她读一段 日记内容正好是 汤米烧死艾文狗狗的那天 艾文发现身边的环境 随着她的阅读发生了波动 她回到了日记中的场景 艾文躺在地上向兰妮求救 兰妮试图去解开绳子 可她手上没有工具 无法割开结实的绳子 艾文突然清醒过来 美女依然在身边 自己仿佛只是做了一个梦 这个事情让艾文感到十分不安 她重新翻开儿时的日记 周围空间波动 她竟回到了用雷管恶作剧的那天 原来这一切不是梦境 这个真相让艾文十分震惊 她嘴里的烟头不受控制地掉落 在肚皮蹚出了一个烟花 而身边的汤米兰妮和凯莉 都在等待着雷管爆炸 此时突然开过一辆车 车内走出了信箱的主人 她抱着婴儿打开信箱 雷管就在此刻爆炸了 回到现实的艾文 被这段记忆刺激得不停呕吐 并发现自己肚皮上 凭空出现了烟花疤痕 她驱车去找凯莉 发现凯莉没有继续上学 而是在一家餐馆打工 凯莉见到艾文十分开心 他们聊起了以前的事情 艾文想知道当年在地下室里 究竟发生了什么 可凯莉听到这个话题十分难过 她质问艾文 为什么没有兑现承诺 而是留他一个人在这里腐烂 然后哭着跑开了 艾文回学校后 接到汤米的电话 得知凯莉在见过艾文后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内疚的艾文 坐在寝室中思索 既然肚皮上的烟花是真实的 那么或许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解救凯莉 于是她开始了第一次有计划的穿越 这次艾文回到了那间地下室 狠狠训斥了乔治 并告诫她好好关教 以后会成为恶霸的唐米 艾文醒来后 发现自己和凯莉竟然躺在一张床上 一瞬间新的记忆涌入脑海 她的小小改变 导致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这一条世界线上 凯莉健康成长 成为了自己的女友 艾文认为这就是完美结局 她向凯莉求婚 可汤米前来破坏了他们的求婚仪式 原来乔治确实远离了自己的女儿 可她将双倍的虐待施加在汤米身上 导致汤米变得更加暴力 汤米想要教训艾文 却反被艾文误杀 艾文也因此入狱 艾文拜个母亲带来自己的日记 想要穿越回去修正这一切 可日记被监狱里的犯人夺走 当做笑话穿越 为了让强壮的基督信徒 玉佑帮助自己 艾文读了一小片抢来的日记 回到了学校中 画了那幅血腥的画 并将自己小小的双手 扎架了钢钉上 玉佑眼睁睁地看到艾文的手上 凭空多出了两个印记 认为那是上帝的旨意 同意帮助艾文进行了穿越 第二次 艾文回到狗被烧死的那天 为了让兰妮能够解克绳索 艾文赶到现场之前 给他找了一把尖锐的力气 可兰妮会做意了 一把将贴器插进汤米的后背 这一次 汤米死了 凯莉回容并离家出走 兰妮被送进精神病院 一切仿佛被诅咒了一般 无论艾文改变了什么 事情都会向着更糟糕的情况发展 艾文突然想到了他的父亲 或许父亲根本没有神经病 他只是和艾文一样 拥有穿越时空的能力 于是他穿越回小时候 见父亲的那天 向父亲询问 如何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一切 父亲警告他 再执迷不悟下去 会把母亲害死 可艾文根本不相信父亲的话 父亲选择掐死艾文 终结这一切 艾文重新回到了第二次的世界线 他前去寻找凯莉 可凯莉在这条世界线上 已经成为了一条吸毒的妓女 艾文不甘心 阅读日记开始了新一次的穿越 第三次 艾文回到了雷广爆炸的那天 他立刻跑上前去大叫 想让女士抱着婴儿远离游乡 汤米则直接冲了上去 将母女扑倒躲过了爆炸 这一次 艾文的朋友们都获得了美好的结局 汤米救人之后 开始信奉宗教 成为了好小伙 凯莉和兰妮在一起了 可艾文却在爆炸中失去了双手 艾文的妈妈也因此忧虑 常年吸烟 最终患上了肺癌 艾文得知凯莉是因为自己 才在父母离婚时 选择了同父亲一起生活 这一次 他不仅想要拯救凯莉 还要拯救他的母亲 失去双手的他 让汤米将日记放在腿上阅读 再一次回到了过去 第四次 艾文回到了那个阴阳的地下室 他想要一次性解决所有隐患 艾文找到地下室中的雷管 拿他威胁乔治 停止迫害汤米和凯莉 可令艾文没想到的是 最终不幸被炸死的变成了凯莉 艾文醒来后便想寻找自己的日记 可在这条世界线上 他很早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并没有留下任何日记 艾文十分绝望 可他从心理医生那里偶然得知 自己精神失常的父亲 一直在寻找相簿 并领悟出 只要与过去有连接的物品 都能成为穿越的媒介 艾文做出了最后的选择 他向母亲要来当初分娩时 父亲留下的录像带 回到一切的开始 母亲的肚子里 用期待终结了自己的生命 这一次 所有人都获得了幸福 只是母亲失去了他第三个孩子 艾文的做法 在部分观众看来有些冲动 逻辑上来说 总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可仔细想来 也许电影真是用艾文的失败告诉我们 不要总想着改变过去 现实中的我们 只能通过改变现在去影响未来 每一个此时此刻的决定 都可能会造成未来巨大的变化 小到衣食住行 大到事业抉择 这些决定就像弹珠机上的挡板 一点一点的将未来这颗弹珠 拨向完美或者糟糕的结局 所以与其说利用时光机改变过去 不如争取现在 让日后的自己不会后悔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 咱们下期再见